在台北市 台北縣 应该是我们现在讲的新北市 某一栋老公寓 然后在那个三楼 三楼一户住宅 里面有个我们已经认识的一个老朋友 道士老张 他就是在桌前一直在努力 拼命的练习写很多字 那他在写什么 他在写符咒 自从一个月前 在一个月前 他带郭浩去看人家通灵 然后郭浩大闹现场 还把忽然间好像还把人家 人家的老祖先 灵魂直接扣走 然后让现场不得安宁 还让那个通灵的老太婆 老婆婆受了伤 因为年纪也大了 郭浩当时举动又极度粗鲁的 直接就扯入人家脖子 让他事后道歉也没完 那人家是大户人家是不需要他赔钱 可是也基本就是也那个 就反正指责骂是免不了的 然后那个道士老张就疯狂的一直道歉 那在一个这一个月当中 他其实试图联络郭浩好几次 后来当然是联络到了 然后郭浩有跟他交代了一些事情 然后也委托他帮了点忙 那道士老张也就是今天晚上 从那个大概入夜大概可能9点10点之后 他一直就是有点心神不宁 那本来他练习写一些咒术 就是一些符咒 练得还蛮用心的 可是今天就特别的心神不宁 因为他知道他在等一通电话 等晚一点的电话 等郭浩要打给他约定好的一个行程 那他到底在写什么 他在写符咒 那这个符咒跟他以前他爷爷 他那个祖父辈 然后爸爸那一辈留下来符咒不太一样 有一些是他看得懂的一些经文 有一些居然还是梵文 那谁教他写这些东西 就是郭浩交给他的 那郭浩好不容易被他找到之后 当然也是道歉了一番 说不好意思 那当下因为有一些发现 我必须尽早离开 我怕说中间有些什么那个 有些什么那个变故 所以那个没有好好跟你解释就走 真的是对不起不好意思 那还让你这样帮我散后 真的抱歉 那我会报答你 那郭浩报答道士老章的方法 就交给了他两个降魔咒 那这两个降魔咒 光是咒术 咒文的本身就非常的 欸这什么声音 光是咒术本身 他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写法 等一下我再把血倒满 等我一下 他吓我一大跳 没事 我把这个麦克力再调一下 可能YouTuber有影片忘了关 没事 应该是我 YouTuber有影片忘了关 有你的啊 对真的忘了关 没事没事 好 那就继续 还是我刚还想到是不是有那个音乐 音乐那个没有关掉 我会不会讲这个故事讲到受诅咒 应该不会吧 这是完全是创作出来的东西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好那来 好集中精神 我刚有点粗戏 来集中精神 好那 那 这两个降魔咒呢 是 呃 老张没有看过的写法 他有几个字认得 有些字不认得 然后他的那个 呃 郭浩在交给他的时候呢 有解说了这些东西 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发想出来的 自己发明的咒法 那 那 其实当时老张在 要不是真的亲眼见过郭浩的能力 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跟他讲说 这个咒是我发明的 他一定不会信 他总是会想说这些东西一定是老祖宗 就是有经过门派流传下来的 非常厉害的那种道士 或者厉害的法师流传下来的东西 其实他也会 偶尔也会想到说这个最初这些咒法 他们的茅山道术 或者甚至类似任何的降头术 或者一些的 一些的法术 这些东西到底是 最早是谁发明出来的 谁找出来的 他其实 这种问题他想不了太久 因为没有人能告诉他 但他在眼前有个活生生的例子 有个年轻人 居然能够自己发明咒术 而且现在正在教他 然后 郭浩告诉他说 这种咒术呢 咒术本身有两种用法 使用方式 一种是施咒者本身 用自己的能力 气场灌注在符指当中 这种呢 就拿了之后人人都能用 那就真的 物件物体本身 符指上本身就有咒力 另外一种呢 是靠施术者本身在念咒时候的精神力量 去让咒力产生 那郭浩教给他的这个呢 就是让老章也拥有这样程度的咒力 他详细的解释了整个咒 他的运行法则 以及当下每一个文字 他要该要发什么音要怎么念 在念的时候呢 自己的心境跟自己的意念 必须调整成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咒才能发挥威力 那老章并不完全不怀疑郭浩讲的这些东西 因为他亲眼见过 郭浩拿计算纸写符咒驱轨 直接把一只鬼打得整个叫什么 圆形并列 那他也很感激郭浩愿意教他这些东西 因为他在整个台湾 甚至在他知道的一些中派当中 一些可能一些能人意识都没有看过这么厉害的 所以他很认真的学习写这些东西 也写了非常多 写了好几本例子 一般习惯都是要嘛就买计算纸 不然就拿现成的日历背面的空白处 就开始练写字啊什么的 因为老章并不宽裕 那他也一直回想这一个月当中 从郭浩找到他 然后交给他这个符咒 然后郭浩也跟他交代这一个月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且还跟警察一些刑案居然扯上关系 那他回想起郭浩跟他讲的这个故事 因为好像老章体感觉他好像 郭浩愿意对他讲些事情 把他当成一个可以聊天的对象 他也蛮开心的 因为跟谁当朋友都不比 比不上跟郭浩当朋友来的 让他觉得有成就感 那在这个月当中 郭浩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首先是牵扯进了一个刑案 那要协助警察调查 那个警察当然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 那个 士林分局刑事组的警察们 那他们原本是要调查一个那个前警员 一个方永达的一个命案 然后调查到后面发现他牵扯了很多 那当中的这个警察的那个 这些警官的当事人有一个就是 那个 陈警官 陈兴田警官 他的女儿似乎已经顽固了 然后呢 已经被他的前妻变成小鬼 听他的使唤 那这件事情呢 郭浩极度的同情 然后他也没想到说 他有一天会必须 本来是站在一个旁观 看着人世间起落的一个角色 居然要牵扯进来 然后让自己的心情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他希望帮助这些警察们破案 然后让这些凶手这些坏人都能够得到应有的惩罚 那他也知道这些 如果 人用了这些 稀奇古怪的那种一些 就是 一些比较邪派的手法 凭警察要破案 自己本身身为人的能力要破案是不可能的 他觉得他必须帮一把 那 他是先看到 看到那个陈警官知道自己女儿已经去世 死掉之后 还被人用妖法 变成了小鬼使唤 他的整个精神几乎是崩溃的 非常的难过 那 其他的警察 因为 当天晚上有在 在刑事组里面值班的几个警察 包含一个被靠在 靠在墙边的一个酒驾的那个现行犯 其实 当天晚上都看到过小鬼 看到过陈警官的女儿的小鬼 他一个叫小沛的 当时还活着的时候叫小沛 也不晓得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他们亲眼看到这个鬼影在那边出现 所以他们完全能够感受到这个陈警官 他有多难过 多震惊 以及多么的屈辱 为什么他的 他的 女儿要被变成这样子 那 一个老警官 一个老巡左 非常有刑事经验的老巡左 他姓陈 一个叫做陈庆怡的老巡左 那老巡左 他就 在大家都还有点失魂落魄 甚至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他就提了一些想法 说我们应该要想办法把案子破了 那 这件事情可能需要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帮忙 那就跟那年轻人讲说 那你能不能帮我们点忙 我们看我们自己能力可能不晓得要弄到什么时候 他们下了一个决定 那郭浩也说 这个决定 他们 有一个想法可以帮得上忙 然后有点两全其美 就是把这个小配的这个小鬼 从原本 应该要被 应该是被 禁锢被养在他的那个陈警官的前妻 观山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瓮里面 他的看法是 我可以把这一只小鬼 直接 转换他的宿主 转换养他的人 那当然他这么提的时候 周遭那些警察们 包含那个老警 那个老巡索 其实都有点不寒而栗 居然可以 小鬼可以换人养 同一只小鬼 居然可以把他绑过来换成别人养 这还没听过 养小鬼听过 把小鬼绑过来换人养 还真的没听过 那 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其实每一个警察 对这个年轻人的那个非常好奇 但是完全不会不信任 稍微可能起一点怀疑 但是 看过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之后 基本上 所有的那个疑惑 所有的质疑 全部烟消云散 那就想说 你到底能怎么做 也蛮奇在的 那 郭浩说 跟陈警官讲说 我可以把小沛这一只小鬼 他的宿主改成是你 我想 我有办法把他变成是你养的小鬼 那你只要你愿意 我就做得到 那 施魂落魄的这个陈警官 抬起头看着他 然后眼神 从原本的私交整个是 整个有点那个就是 好像 看着眼 好像在看着一坨空气一样 慢慢的聚焦起来 然后缓缓点头说 好 那 眼泪已经早就流不出来 他根本不晓得自己该不该哭 那完全没有办法 完全没有办法晓得 现在到底该用 什么样的情绪 面对现在这件事情 感觉上好像又回到几年前 跟前妻打离婚官司的时候 他在法庭上 距离力争的说 他应该要养自己的女儿 为什么女儿要被这个 这个不守妇道 还那个洪信出强之外 还那个整个就是 对他言语霸凌的这个前妻给带走 他在法庭上是怎么样的 去争女儿的抚养权 争不到 然后在今天 看着女儿已经变成鬼了 有人能够把女儿要回来 感觉上好像也能够 能够了却他一桩心愿 可是没想到他要回来的女儿 居然居然是死掉的 那他们下了这个决定 然后郭浩也说好 那你问你们决定好了 那我就动手做 那老张想起这件事情 郭浩在跟他转述这件事情 其实当下他就接到一通郭浩的电话 郭浩请他买一些东西 请老张我没什么钱 还帮你买什么 那郭浩说没关系 那个你先想办法买 反正这些东西很重要 有一些特别的药材 中药行的药材 甚至要老张去帮忙裁某些草 然后呢 还请老张买了一个针织娃娃 然后老张完全不晓得 这些东西弄出来 凑起来干嘛的 好像连制定制伤寒都不行 但他也确实把这些东西送到 就隔了几天 然后在约定的地方送到刑事组 然后在一堆警察的面前把这些东西交给了郭浩 那郭浩说那先没你的事你先回去 之后我再跟你说 那其他警察对这个老张 刚开始有点还是 要不是因为他是郭浩带来的 找来的 其实他们也对这个老张应该会大量的盘查 因为他们现在要进行的事情 就以案件本身就要保密了 更何况现在事情还牵得到可能小鬼 这种几乎是怪力乱神的东西 那在郭浩跟每一个警察都讲好说 现在我要施一个法咒 这个法咒可以把小沛直接从母亲身边 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去关 我都有办法把他招过来 然后未来就会养在这只娃娃里面 那他喃喃之语的也讲说 原本这种方法要用血 要下血 要杀 要杀一些东西 那个是一种 那个茅山倒树的一个外道的技术 那我现在我用我自己的方法 我有办法 我结合一些方法 我可以把他养在这只娃娃里面 那 那 他借了一个针讯士 没有人的针讯士 针讯士其实那个就是 就是一台电脑 然后墙边有手铐 墙面上都会是那种海绵 就是那种就防止犯人在里面 故意虚意的伤害自己自杀那种 其实里面没别的东西 那有个两面窗 让外面可以看到到里面 过后借了一个这样的房间 然后把娃娃拿进去 也把 失魂落魄的陈警官一起带进去 然后呢 在里面待了两个多小时 那本来很多警察都想说 很纳闷好奇说 到底什么叫做把小鬼给养过来 把别人的小鬼给养过来 是个什么方法 每一个警察坐在位置上都非常想透过 真讯是外面的那个两面镜去看里面 可是没有人有勇气走过去看 而且还不约而同的走到外面抽烟 没有人想 没有人想 没有人想面对即将发生的事情 就太诡异了太可怕了 那 老警察老巡佐的看法是这样的 如果说今天他们在侦办这个案件 所有的 他们侦办方向都一定会有这个小鬼会来偷看 回去告诉那个观山 这个宗教的人 那他们怎么查都没用 怎么审都没用 所以如果能够 反过来 我们请这个小鬼回去看 回去看这个观山他们在玩什么把戏 说不定我们案件会比较容易有突破 那也不用说我们每天 你说你提防一个警察里的内鬼也就算了 你提防一个看得到也就算了 问题你现在提防一个看不到的 过后你又不能成天叫他在刑事组里面帮忙 不可能又不打杂的 那 所以老巡佐提出的意见就是 请 郭浩把这个小鬼给弄成我们这一边的 那刚刚好他老爸就是在我们那个 那这个陈寗湾就是我们那个 这个我们刑事组里面的这个一个干 重要的要员 那那是最好了 那 在 郭浩司法的时候 在下树的时候 其实连老巡佐都不敢走过去看 那全部绕了圆圆的 那 下完 那 经过了大概两个多钟头之后 然后那个 证讯室门总钻打开 然后呢 郭浩流着汗走出来 就整个浑蒸大汗走出来 然后 郭浩自己回头想了一下 我好像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 那我曾经这么做过吗 我 这个 这个奏法 我知道 我懂 然后我也用了一些方法去改良它 改善它 可是我从来没用过 我没想到今天真的真的做了这件事 到底对不对 然后满肚子 蛮肚子疑惑 对自己的一些决定到底 到底正不正确 他真的是 没有把握 走出来之后 那 那 陈警官一直没出来 然后其他警察就问说 那 诶 那 陈青年呢 怎么没出来 那怎么了 之类的 那郭浩都没关系 你给他一点时间 给他一点时间 他需要一点时间 那 后来呢 那个 经过走廊的警察 他们或多或少到经过去上厕所 经过的 警察就会 都看到那个陈警官在里面的身影 他就跪在地上一直哭一直哭 抱着娃娃一直哭一直哭 哭个没完 然后 然后口中念的 我爸爸对不起你这一类的话 就是反正你听了 每个经过看到的都觉得很难过 剃成就会觉得很难过 那 老张回想起这件事情 就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他也真的没听过 小鬼可以换人养这种事情 那他也问过郭浩说 到底这要怎么弄 我记得茅山倒树可以 有那种非常阴毒的外加树 可以把小孩子变成小鬼 但是 可以换人养 这真的没听过 怎么做到的 超多疑问 想问郭浩 郭浩就是你以后再 这个以后再说 现在有重要的事情 那 郭浩也跟他约定好了 说可能某一天 那个 会再需要你来帮忙 或者说 你如果真的想看这些 这些倒树后面的进展 如果警察有一些 他们 侦办上的突破 我相信可能时间不会太久 那你 如果他们有跟我讲 我再打电话给你 那时间刚好就是这个晚上了 那所以那个老张呢 就是练习写奏 写得特别不专心 他一直在期待着 那 其实呢 在那个刑事组这边还有一些插曲发生过 他们在 那个老巡左 在 规划整个案件的那个进行方向的时候 因为那个曾经典出了 就是已经变得有点那种 就是很难集中精神 然后 成天把那个真姿娃娃放在怀里这样 然后 那个 郭浩也跟这个曾经典警官交代过 你这个娃娃不可以带出这个 那个 这个刑事组 你不可以带出去 不可以让他晒太阳 那你甚至不能 你当然更不可以带他到庙里 不然他会走掉 你会找不回来 我也不见得找得回来 那从那一次开始 陈警官没有再离开过那个刑事组 他就住在里面 然后就打地铺 那当然这么 这么 就是一个一个警官不回家 然后 你如果说侦办长期案件 两三天不回家 已经很多了 居然在那边住了好几个礼拜 住了两三礼拜 其实就已经惊动到那个 刑事组的组长 上班的时候 他怎么在那边 在椅子上睡觉 怎么样的 他会骂会问 那警官们 警察们 老君主要跟组长们交代 这个发生什么事情 那不太有办法隐瞒 因为这个组长也是那种 就是那个食物干员起家的 一些怪力乱神的事情 相信的也是比较多 说给他听 然后也讲说有个年轻人 他会到行很高很厉害 然后所以他帮我们这边 养了一只小鬼什么之类的 这种话一讲出来 其实那个组长已经按捺不住了 就有点破口大骂 你们在搞什么东西 然后再加了几句粗话这样 然后 当然冷静下来 听警察们的分析 老巡左 因为老巡左跟他交情算不错 那 也跟他讲一下说 那个案件一直没突破 然后上面的压力也够大了 然后一 一直劍爆 最近又没有别的事情 可以来个神救援 我们光被订都订得够了 所以 再下去每个都要寄生戒 这样受不了 所以我们要有个突破口 怎么样也想想办法 而且这个年轻人又不收钱 然后郭浩还在旁边吃泡面 吃他们招待泡面抬头看 我说 内心就想对了 是不收钱 可是你们真的嗷嗷嗷的过分了 那 那个组长 这个刑事组长 他是已经是 他已经五十几岁了 他原本也是基层警员出生 然后呢 申办过非常多刑案 经验也很老道 但是呢 他后面这几年 近期这几年 其实也就进入官僚体系了 就是有点 逢迎拍马那些 也都大概这些恶习都染上了 然后转头看 这样年轻人 就真是嗤之以鼻 这个家伙不就是 后台很阴那个吗 跟日本人不是后台很阴那个 这种年轻人是有个什么屁用 然后 他也不忘展现 这个组长也不忘展现一下 他身为那种 刑事前辈的一个风范 我跟你们讲 如果要讲道行 我认识一个姓马的老师 很厉害 一个马先生 一个马师傅 非常厉害 找他来 你们要问什么他都有 就是感觉像一副就是 我知道的比你们还多 要弄那种怪力乱神的 我懂的还比你们多 好 他们真的去请人 那一位马老师出现 然后那个 这个马先生 这个姓马先生 就是一个 那个 还穿着那种 就是 有点像糖装的那种 扣子要额外扣的那种 然后 那个胸前还挂着一串木头的那种 佛珠 然后 从进那个 那个 士林奔局开始 整个人先锋道武的走进那个行事组 然后 那个组长 赢了出去 那个马先生 我有事要跟你请教一下 然后 当中也跟他讲一下说 我们有那个 呃 我们有一笔特别的经费 那如果说马先生到时候 我们会包一个红包给你 要去帮我们稍微 听一下我们的案情 帮我们做个分析 然后我们可能有些需要你的能力帮忙 什么 就整个是 就是完全观察那一套 用来 伺候这个师父 然后这个马先生 那个马老师走进来 本来就还是一副非常嚣张 手上还拿两个那个铁珠在那边转 真的像个仙人一样 进来之后呢 吃泡面的郭浩抬头一看他 他一看 这个马先生一看到郭浩整个吓到 两颗铁珠掉地上打滚 吓到跌落在地上 然后郭浩就 一边吃泡面一边笑出来 这就是马先生 不是上个月才被我打过吗 然后 这个马先生也想到 我 我 上个月 说要有人说要来看观落音 进来之后说我是骗子把我毒打一顿 他们怎么会知道我是骗子 知道我是骗子的人 居然今天人还在警察局里面 开着玩笑 再带下去会现眼 立刻逃走 这个神棍跑走之后 刑事组长当然很错愕 怎么跑了这样 然后回头就看 你这个年线是不是哪里怎么样整过人家 怎么回事的 然后郭浩也不说什么 就继续吃他的面 然后水饺带着笑意这样 怎么警察尽会信这些骗子 那 本来这个组长还想要折怪两身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得罪这个马老师 怎么样 怎么害人家 本来我怎么花多大力气 请他来帮忙 跑掉了这样 那 老巡主有出来解释一下 当然也不晓得他到底这个 这个马先生跟郭浩有什么恩怨 不晓得 但是这样子就落荒而逃 大概在他们眼中是白痴都看得出来 这个根本不是个道行高的家伙 我只是个骗子 经过一番解释 那个组长稍微气消了下来 但他还是不相信郭浩有什么神能 完全不相信 最后这些警察 因为整个 因为他们已经在计划一波的部署 然后在他们的一些行动当中 那他们得到了一些资讯 这些资讯都是每天隔天天亮的时候 两个眼睛肿得跟熊猫一样的 就是陈警官会跟他们说 那观山那边有什么计划 有什么行动 那没有人知道 就没有人去看陈警官是怎么去 从他手上的这一个 换成他养的这个小配这只小鬼 这边听来的蠢 所有警察都不知道也不敢问他 只等他明天隔天早 每一天晚上你就会看着那个 陈警官抱着这一个 拿着这个真姿娃娃走进郑运寺门关上 不让任何人进来 然后之后呢 到了天亮 然后郑运寺门会打开 然后陈警官就走出来 然后跟他们讲一下说 那个观山现在怎么样 他们那些静置天尊 他们有一个分坛在台北这边 他们要做什么事情 其实他们或多或少已经可以掌握 可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有些内容也让这些警察匪夷所思 他们要部署一波行动 可这行动需要组长盖章同意 他们不能任意乱来 不然你连枪你都没办法领 那他们就必须说服组长 那老君有觉得说 这事情卡在这也不对 你不能说我们事情都准备那么久了 那整个大半个月过去了 我还没办法执行行动 那就好吧 那是不是该让组长看到点什么 那就跟郭浩商量一下 你能不能让他看到点什么 可以吗 如果 请你帮个忙 你上次烧那个计算纸那一招 能不能再一次 让组长看一下 那郭浩就有点为难说 你要看也行 那好吧 那到甄讯市来 然后 郭浩就跟那个 陈欣恬警官讲 那个妹妹借我一下好不好 陈欣恬是感觉上抱着那个甄织娃娃 好像一辈子都不想把他让给别人 可是因为他是郭浩 所以呢 那个陈欣恬两眼充满血丝的 还是勉强点头答应 好 然后 郭浩呢两手接过这个甄织娃娃 走进甄讯市 然后 就招手说那组长麻烦你来看一下 组长本来还是有一点怒气在 到底能怎么样 你这个屁孩 你这个小伙子 你能吓得倒我吗 你要给我看什么 好 那其他警察呢 就 出去抽烟的抽烟 反正总是好像都想离开现场 然后呢 就好几个警察就聚在走廊 窗户打开就在那边抽烟 然后连老巡左 陈巡左 然后另外那个 吴和凯警员也都在那边抽烟 然后没有人说话 然后就过了大概十几分钟吧 从甄讯市传来组长的惨叫声 然后再看到组长连滚带爬爬出走廊 一路往楼上逃 不知道逃到哪去 然后那个 陈巡左 然后就跟上来 好那应该可以了吧 应该没 应该OK了 然后就全部人再走回办公室 然后就看郭浩把那个真娃眼拿出来 然后 非常恭敬的再交给那个 陈警官 陈警官就是收回怀中这样 然后 很珍惜的捧着这个娃娃 然后不知道隔了多久 然后 众人才在楼上厕所找到下到发抖的组长 然后把他拉下头 然后等他恢复神智之后 然后才开始跟他沟通 这他们接下来要进行的部署跟攻坚 因为他这些 接下来事情会牵扯到可能禁至天尊有杀人的这个犯行 好老张在今晚不停的等着一直等着 然后就根本写不下去 他这个月当中经历的事情很多 虽然说这些事情有大半都是他听郭浩说的 但是他听了内容 也真的是让他觉得赢够惊奇 那从小鬼换人养到 他听 他转述 就是转述说那个小鬼 从 反过来 从那个观山 他们这一个禁至天尊 这个谈 这个谈 这个组织这边听到多少事情 那他也觉得 这个真的是罪大恶极 因为他 听到的内容是 他们 囚禁了13个青少年 然后这青少年曾经逃走过 后来又被观山找人再抓回来 抓回来之后 有一些 有些青少年因为可能状况 状况不一样 不符合他们的期待 就被可能 就被换掉 但是他们又再抓了 抓足了总共13个 他们认为资格够的青少年 年纪大概在国中 国小这个阶段 那 这13个青少年有男有女 然后基本上全部都死了 那死法呢 非常的可怕 让人 让人听了胆痰 他们被装在一个桶 一个一个的被装在桶子里 灌水泥灌满 灌水泥灌满 当然就是 有没有在灌水泥之前 这一个 金字天尊这个道坛里面 人非常的恶劣 非常的残忍 而且 是观山主导一切 因为他收到的命令就是得这么做 这13个青年必须被灌水泥灌满 然后呢 要被灌满之后呢 要放在什么地方 供奉 然后在隔月的某一天 然后呢 某一个时辰 他们要把这个水泥给开封 13个水泥灌要开封 然后他们 他们计划在一个工厂里面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工厂呢 是他们金字天尊这个教会这个坛 花钱租下来的 那 观山其实 完全 对整件事情的信心 从一开始充满自信的一个 一个 一个残忍的一个 一个bitch 到后面开始变得很没自信 因为他发现他的小鬼都没回来 完全没有回来 就是从某一次出去之后再也没回来 他原本自信满满的 他可以掌握警方一切资讯 他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他甚至 他可以透过自己的血供养他自己的女儿的这只鬼 然后他得到所有一切资讯 但是没想到 居然某天就再也不回来 他也试图派很多小混混去打听 打听不出个所以然来 因为整个士林分局 整个从刑事组往外 很多人都保守这个秘密 整个气氛都是非常肃杀紧张的 那很多警察也真的是为了 为了这个案件 也干脆就不回家了 就全部住在里面 一堆打地铺的 然后有棉被泡面 然后所有的那个 一些什么 生活必需品都完全往里面搬 那当然这些整件事情也是因为那个 刑事组组长完全相信了 被吓到后面还在一直收金 然后郭浩说我可以帮你收金 他还不肯 就是他不想 看到郭浩跟看到鬼差不多 逃走这样 然后去收金请病假等等的 但是行动批文全部都有批 然后到转到那个分局长那边 也都批好下来 那确实要行动了 那在金字天尊的这一个台北的分坛 他们租下了整个工厂 然后呢 在时间到这个晚上 在大概傍晚的时候呢 很多他们 教徒就陆续来了 没有资格穿上道袍的 就是穿一般的可能西装便衣之类的 有一些资格够高的 可能师兄姐之类的 他们可以穿上蓝色道袍 那蓝色道袍上面还会有 那个秀上一些特殊的花纹跟金的边士 象征身份不一样 当然也象征 你对整个禁士天尊这个宗教的贡献 的分量不一样 然后 老张一直等着 等着等着 电话总算响了 感觉到如释重负 然后一整个大解脱 电话立刻抄起来街上 喂怎么样 电话笔端传来括号 都差不多了 人家讲可以警察他们说可以出发了 那你过来一趟 一起过去 那我们基本上就在旁边看而已 那我不晓得你会看到什么 你会不会看到你要 我不知道 反正如果你看不到以后我再教你 那老张电话一挂掉 立刻马上就冲 立刻往士林分局前进 冲 那时间呢 已经大概到了晚上 大概10点11点那个时候 那老张到了那个分局 那门口打个招呼 那个找刑事主 本来门口是一个 那个警员站岗是不让他进去的 可是 因为有那个郭浩 郭浩在里面好像已经变得畅行无阻了 交代过 等一下会有一位 中年大叔会来 那他如果知道姓名是张什么的 放进来 那老张进来之后 然后看到警察们 哇 这个大阵仗完全是 出去几乎就是要打孔部分的那个等级 他看着老巡左 看着那个 那个连城警官都穿上防弹背心 然后呢 长短枪都拿着 而且他们还从那个镇报部队抽掉了几个人过来 大概总共加起来二十几个警察 在整个刑事组里面整个布的满满的 好 那郭浩也在旁边 那郭浩的那个整个他的那个表情是比较悠哉一点的 他对整件事情不是太 成败他不是太在意 他比较在意的是陈警官 他觉得陈警官非常的丁 整个人是已经崩到极点了 好几天没洗澡就算了 整个情绪已经就是太 从那一次把他知道了女儿死掉之后 到现在陈警官没讲过几句话 但是呢整个表情是越来越认真 从原本的精神换散 到现在整个是极度的认真 那全部人站起身 然后那个 呃 那个由那个老巡主指挥 好那大家准备好走咯 好 然后回头就看了一下那个陈警官 看整个全部人最担心的就是陈警官的状况 现在不晓得他拿了枪会不会道路乱开 但是陈警官非常坚持 他一定要去 他不能 他不能错过这件事 他觉得他内心一定要把这个洞填满 好那要出发前呢 那个 顾好说你不能带他去 就指着他怀里的针织娃娃 整个他穿上衣服 加上防难背心 他还是把那个针织娃娃整个塞在衣服里面 他好像这辈子都不想跟他分开 那陈警官呢就是有点犹豫一下 郭浩跟他说去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小沛可能回不来 这句话才让陈警官放松下来 好他把针织娃娃拿出来 然后拿给郭浩 郭浩说好 我放在这里 抽屉里面 那你不用担心 现在我对抽屉下揍 他就把抽屉打开 然后把里面文件什么乱七八糟东西 包含一堆什么糖 全部拿出来放在旁边 那张桌子呢 是陈警官的桌子 然后他把里面东西全部清出来 把娃娃放进去 然后呢盖上之后呢 在念一个咒 他说放心打不开 然后其他警察 其实他 其他警察对郭浩说的很多话 都感到非常有兴趣 那也很多人想要问他到底 他是什么样的身份背景 他到底会多少 那甚至有警察 有个小警察还问他说 那你看过多少鬼 还问了非常多白痴问题 然后郭浩有些人回答就讲了 有些笑笑的就笑而不语的 也就应付过去了 那就真的有警察走过来要拉 拉不开 这柜子真的 抽屉真的拉不开 那郭浩就说放心 只有指着 陈警官说只有你能开 你放心吧 那要走就赶快走 不要误了时程 时程不对 时程过了 事情就结束了 然后那个大家就整个精神抖手 绷琴起来 然后往楼下走 因为在分局里面 他们有内部的那个楼梯 可以走到地下室 他们不能在 他们已经决定好 他们这一次不会开警车出去 全部开私家车 然后老张就紧张 然后 战战兢的一步一驱 跟在郭浩后面 说 接下来要去哪 那个什么工厂 对不对 我听你说过 那要做什么准备 反正就是 唠叨的不停 因为问 然后感觉兴奋又害怕 这样 郭浩说你别管 人家都安排好了 我们就看而已 好 一行人等了下了地下室 上了很多的 没有警示灯的私家车 这些私家车可能有些是公务车 灯拆掉 有些可能是警察自己个人的车 然后上了很多辆车 大概总共为数大概7辆车 上了这些车之后 全部开出去 然后依照他们原本定好的计划 跟得到的情报 来到郊区 郊区的一座工厂 然后在非常远的地方 这些车就全部停下来 停在路口 然后灯都关掉 全部警察都下车 然后他们为了今天鞋子都换掉 很多警察的鞋子其实是皮鞋 他们为了今天鞋子全部换掉 换成软胶鞋 走路没声音 然后藏软箱全部拿着就走了 慢慢爬上山 慢慢靠近那个郊区 他们有发现到附近有一些 似乎有一些人在放哨站杆 穿着西装在那边抽着烟 感觉像是私家保镖那种 警察们 因为他们有从保安大队调来的警察 直接请他们过去包抄 然后在靠近之后 使用的警察最常听到的话 来举手不要动 一个一个压开 那这些保镖被 其实本来都觉得 今天的事情也跟他们没 他们被找来 就是顾着外面 不要让闲杂人等靠近 他们没有想过警察会来 因为这件事情保密到家 他们自己 近日天春教会内 也是非常保密的一件事情 那有些保镖甚至只是 被交代说今天就看在外面 出事情打电话往内报 就只有这样而已 没想到警察拿枪指着他们 把他们一个给压到草丛边 靠手铐 嘴巴塞布条 整个全部绑起来 几个 这些警察 因为有些是训练有数的 那有些再怎么样的被公务折磨过 过去也都追过汉匪 这些警察每一个都希望 今天这件事情能够有个结论 他们在这一两个月中折磨已经够了 好 慢慢的靠近那个工厂 那在差不多一个距离的时候 大概隔隔可能10公尺 工厂周章有很多的路灯罩子 然后老巡佐让大家停下来 然后所有的无线电全部关掉 都不可以出声音 然后在旁边等 现在他们就等郭浩说可不可以冲 那郭浩只有在这个时候起作用 郭浩说因为讲这是人的事情 你们就进去抓人而已 那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那郭浩就说好 我可以帮你们知道里面大概发生什么事 本来老巡佐还问他们说 那你那么厉害 你能不能让我们大家都看到里面发生什么事 在原本在这个勤务前的会议 本来老巡佐是这么问郭浩 郭浩愣住抬头看 你真的把我当神啊 我可以知道里面在干嘛 我也是用听的 我也是用感受气场的 我没有办法帮你们每个人都开天眼 我没有那么厉害 那现在很多警察本来还兴奋着 听他这么说每个都失望下来 但是听他讲什么用气场去听声音什么的 也是很纳闷 到底这个是个什么奇人呢 郭浩就自己盘腿坐下 然后闭上眼睛 然后老张在旁边也是有点异步异趋的 郭浩说你不要动 周拉剪刀不动你动什么动 老张也跟着这坐下来 然后就完全保持不动 连呼吸都不太敢 郭浩眼睛闭上 然后开始感受工厂里发生的事情 然后他可以感受到 他的最远可以时工时远 他可以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那他用听的用感受的 几乎全身每个毛孔都像打开一般的 在请尽全力的吸收每一份讯息 他看到工厂里面 他感觉到一堆人聚着 中间放了一个很大的铁锅 然后旁边13个 13个桶子 有一半已经被用那种 机器给钻开了 整个水泥被撬开 撬开之后 里面的人是血肉模糊 整个烂的乱七八糟 可是 在做这些事情的这些教徒们 有很多是戴着全身手套 感觉上好像也不太带着情绪在做这件事 郭浩也从这一个观察当中感受到 他们不是第一次这么做 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了 他们把这些支离破碎的身体 放到中间的一个衣巾在煮火的 一个大铁锅当中 13个 13个水泥桶都被 都被撬开 然后他们慢慢的把这些肢体 跟水泥慢慢的抽离开 在这动作当中 所有的这些教徒 包含观山都跪在地上 跪一圈 跪在地上 然后朝中间念念有词 中间大铁锅旁边 站着一个 也是穿着蓝袍的一个 一个教徒 这个教徒就是他们口中的Kevin师兄 他就是一头 漂亮干净的西装头 然后手上拿着一本 一本不知道什么书 也是要念念有词在那边念着 等到旁边的这些教徒 都把这些肉块尸体都放到铁锅之后 他开始念咒 然后越往下面就觉得 这个铁锅当中 整个熬煮的感觉 因为旁边也有另外两个教徒 陆续倒了一些 一缸一缸的不知道什么液体 往中间倒 然后燃烧的这个火焰 整个旁边的烟尘跟铁锅当中 整个蒸发出来的一些奇怪的一些颜色 整个和在一起 而且这当中还和了一些很 这个隔老远 惊艳老道的警察 隔着这个大概十公尺远的地方 其实他们就已经闻到这个味道 是非常臭 非常难闻 这个恶心 而且已经开始有点让人作恶 有很多警察已经不自觉掏出手帕遮的鼻子了 他们也没想过要戴房租面具来就是 在旁边 然后郭浩还没说 还没讲 那警察就在那边按住不动 然后直到什么时候 郭浩才觉得可以动 因为原本的状况 郭浩是他从陈欣田警官跟 告诉他的一些资讯 他觉得有一种类似陷血 把血陷出去的一种仪式正要进行 但他不晓得会怎么做 他小鬼也告诉不了那么多 因为观山也还没看过 那郭浩只是觉得可能会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 好 接下来 从铁锅当中不停的熬煮 然后这一个蓝色道袍的这一位师兄 不停的念奏的当下 然后念到一个阶段 然后整个烟尘 整个串出一种很难看的蓝色跟紫色的胶着的一种气体 好 那这一位 这一位师兄 Kevin师兄 就开始他把眼睛张开 然后心满意足的对底下念经的这些教众们讲 好 那师兄到了 有功的教众请起身 他就缓缓的念出一些一串名字 哪一个教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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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还念到中间念到观山的名字 观山本来在旁边念经其实有点担心 因为他好像他必须为这个教贡献足够的心力才能够得到这个殊荣 他本来以为他没机会的 他因为失去了小鬼 他失去了情报 他没有了价值 他非常担心 可是今天居然师兄念到他了 哇他很兴奋站起来 停止念经站起来 跟其他被念到名字的这些教众们往前站 然后呢 他们走过去 然后拿刀 然后每一个人手上都会拿着一把刀 那个刀可能一开始就被有人发给他们 然后拿刀割开自己的手心把血滴进去 那中间煮的是什么东西 已经基本上割得那么难看的烟尘 已经没有人看得清楚了 每一个人都一边念着他们早就被交代 被交好的这些经文 然后再把自己的血给滴进去 然后隔了一段时间 在周遭绕着 就是围着这个大铁锅的人 大概有七八个 隔了一段时间 这一位师兄 这一位Kevin 又在念了些东西 然后再来说 请享用 请享用血 那就是这个整个铁锅里面 糊成一坨也不晓得是你还是血的东西 他讲一个名词叫什么圣餐 那圣血 保血 他有这些名词就讲出来了 然后每一个围在周遭这些 所谓享有殊荣的教众 就双手往铁锅里捧 那其实有多烫都不知道 可是也看不出他们喊烫的样子 他们捧了一 一手的不知道是肉 是血 还是什么鬼的东西 往自己嘴里就吞 那就在这个时候 就是郭浩奇影响 再看下去 他从听声跟感受气场 他看到了这些 他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咒法 有一部分他看不懂 他没见过 可是他整体来讲 他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那他觉得差不多了 再看下去也没别的东西可以看的 他就说可以了冲 然后每一个警察就听到好像 好像赛马听到枪响一样 全部就往前冲 然后 因为整个工厂外面的地形 包含哪边的门怎么样 哪一个铁门怎么样 其实他们早就都清楚了 警察都部署之前都调查完了 先由保安大队的警察先开路 过去就直接踹门撞开 然后进去就全部举枪 然后大声喊的不准动 全部站好 而且喊的声音都是非常声势力竭大喊 因为他们积蓄了两个月的整个爆发的怒气冲进来 然后看到 看到动作上有迟疑的 他们枪托就砸过去 直接就打 因为 其实这些在执法上 他们未来可能会被检讨 可是在当下他们整个 肾上线有整个大喷发的情况下 冲进来就直接就每一个都压在地上 那 从外围这些人一个一个压地上 鹤令蹲地上不准动之后 他们这些警察也看到 吓死了中间这什么东西啊 旁边那个水泥块还有一堆人的肉片 交叉在地上这样 整个是狼藉一片 警察们 有些时候在办案当中 靠的是一股瞬间冲出去的 蛮涌跟肾上线素 静下来要他们一步步来 他们根本做不到 再让他们再来一次 应该没人敢进来 可是呢 现在他们就是靠着冲动进来 一个压地上 然后 连观山都被吓得花蓉失色 然后全部压地上 叫纵大概有三四十人 在这边 可是警察二十几个 甚至有警察已经冲动到举枪 对着整个工厂天花板开枪了 那就鹤令他们全部 给我蹲下 然后现场瞬间大乱 有几个叫纵 几个叫纵根本 根本不听 就很冲动的直接要跟警察要对打 就打起来了 那当然警察很多都揉到基础 就直接跟他们就直接杠上了 那本来郭浩在外面 跟老张在外面看 然后听到里面的那个乱成一团 然后什么声音都有那种干骂声啊 那个吵杂 然后打翻的声音 很多声音全部都有 还听到枪声 老张极度紧张 然后那郭浩在这边 郭浩其实是里面最不紧张的 他只是觉得怎么会 怎么会人 台湾人 怎么会有人 弄出这种东西来 他在 他在东南亚一些国家 看过这种仪式 他知道这种仪式 是多么的 多么的野蛮血腥 怎么会有人这么做 那他内心真的是百感焦急 怎么 在台湾相对文明的地方 还有这种事情发生 他还在有点感慨 然后老张一直说 哎怎么样 要不要进去 我们要进去 其实老张没想到说 如果进去里面 这些叫纵有枪 或者警察的流弹打到他 要怎么办 他完全没想到那么多 他纯粹就是跟着紧张而已 那当里面的声音 稍微停歇下来之后 也发生了几个枪响之后 先稍微停了一下 没多久 在工厂后门那边被撞开了 然后有个穿着蓝衣的道跑的人 就是直接往外冲 然后里面的警察好几个追出去 直接就大喊 不要跑不要走 全部追出去 然后往山下跑 那 郭浩本来就这整件事情 是不关他什么事的 可是他有看到陈警官也往外跑 也看到陈警官在追蓝衣的道跑的人 那个人其实就是所谓Kevin师兄 他有点担心陈警官的安危 因为陈警官的精神都很不稳定 跟上去看还是比较好 那他就起身跟着往下追 那就看着几个警察 大概三五个警察 追着蓝衣道跑的人 那个人跑得非常的慌张 一整个就像个饭桶 跟稍找那种在整个工厂中间祭坛上 念经念咒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完全判若两人 在现在他眼中看着他 那就只是个人 就只是个碰巧会了这些鬼东西的人 跑得仓皇 叫仓皇逃命 然后没多久呢 这个 那个 那个盗跑还是那个长了点 还是比较碍事 也不方便逃跑 跌个狗吃屎 警察三五个围上去开始揍 开始踹 然后 差不多把他制服之后 大家是众人喘着气 然后郭浩跟那个 跟在后面跑过来的这个老张 也跟上来了 然后呢 就看着这个被打到一个不行的 这个 Cavin师兄 慢慢的就是这个 趴在地上慢慢的坐起身子来 然后 其他两个警察手铐已经掏出来了 然后就直接要他把手伸出来 手放后面 然后用大声和令的方法要让他听话 看着这个被打到流鼻血的这个师兄 那满脸惊慌 可是呢 他一边发抖一边手还是往怀里拿的东西 旁边的陈警官呢 有察觉到 因为陈警官已经经过很多天的失眠 没睡觉 整个神经崩了非常紧 一草 荧幕的那个简单的晃动 都会激起他的整个那个攻击欲望 枪举起来就快要开枪 那 可是呢 他发现到 这个师兄 从怀里掏出一个蓝色的一个瓷瓶 一个小小的 巴掌大一个蓝色的瓷瓶 原本以为他是要掏枪 原本以为这个盗人 你这样带枪 那刚好把你打死 就当成你是类似拒捕之类的 就直接把你打成蜂窝 出个气 反正 官山在半山腰这边 他有太多话想要回头整个 再把这件抓回分局之后 他有太多话想要问官山 但是他也想说等一下 他要用什么样的机会 单对单的把官山毒打一顿 用所有能折磨他的办法来折磨他 他脑中有所有可怕的主意 可是身为警察下意识的动作 还是让他追得出来 然后看着这位师兄掏蓝色瓶子 他本来真的要开枪了 那既然只是瓶子 那幸好板机没扣下去 他看着这个被打的是一个不行的 这个蓝色盗跑的师兄 就把瓶子的那个瓶口掏开 瓶口呢塞了一块软布 感觉上是也用蜡也封过掏开 掏开之后呢 他就从瓶口慢慢飘出绿色的气体 也没有飘多远 一下子就不见了 其他几个警察见状还在那边讲 你手上拿什么东西交出来 手伸出来 要对他上铐 那看他都不听 然后拿瓶子在那边吸 吸完之后感觉是好像 这什么东西 是不是在嗑药吸毒 不行 这些证物全部要带回去 两个警察上去抓他肩膀抓他的手 就稍早在揍他的状况 应该知道这个人基本上体能不行 可是没想到一抓这个人 瞬间站起来用很大的力气反抗 单手直接把其中一个警察直接丢出去 然后把另外一个警察拉过来 直接往他的那个胸膛直接啃下去一咬 他们都穿着防弹衣 他没想到这个蓝衣道人 怎么刚刚前几分钟还被揍得满地爪牙 现在一瞬间忽然间狂暴化 而且还把他的那个 把他们同事的一个 身上的那个防弹衣直接咬烂 而且他看他第二嘴要咬下去了 警察已经开枪了 曾经也已经开枪了 就是往他这样打 然后而且还是连续一直开枪 往他脑门一直打 打了好几枪 从这个蓝衣道人头上一直喷血出来 喷脑这样出来 可是他动作没有停 继续咬 那把 他两层的这种 防弹衣是两层的 第一层是纤维 第二层是钢铁 纤维咬开 把钢铁一咬碎 好像才发现到有人在对他开枪 他放下 他本来抓在手上咬了这个警察 回头看了其他警察 其他警察也看了他 眼前这个不是人吧 两颗眼睛完全是红的 然后整个牙齿剩血 然后整个感觉上他好像比稍早 大了一倍有吧 整个忽然间身体膨胀 整个出现了 那警察很害怕 其他警察也一直开枪 大概三个警察 其他还站着三个警察 把手上的个人 每个人十二发子都打光了 打了三十六发 打完这个人 这个蓝衣的这一位师兄 居然没倒下 然后他整个喉咙间发出一种咕嚕声 然后往他们这边冲过来 那在稍早的那个 他拿瓶子吸 这个蓝衣道人拿瓶子吸 这个动作当中 其实郭浩已经看到了 从瓶子里出来是一只鬼 整个淡淡的烟雾是一个奇怪的咒法 然后看着这个烟雾 直接进到这个蓝衣道人的身体里面 然后他就瞬间魔化 整个变成怪物 郭浩脑中闪过几个字 他知道这什么 他完全明白这是什么咒法 这叫做附身 他还有很多问题 整个在这一次本来他认为 只是普通的警察的一个 侦办行动当中 他没想到 这这么单纯一件事情 从小鬼的出现到现在 已经超越他原本的想象 跟他的理解 怎么会有这么多事情 人可以做出这种事情来 而且还能够人可以手动让 自己手动让鬼附身 这是什么状况 那他本来还在纳闷想这些 旁边老张已经发抖到跪在地上了 他才回过神来 看着那一只前面眼前 这个被附身的 这一个蓝衣道人 往陈寗湾扑过去 然后他回过神来 他立刻往前也冲 然后拉住那一个 这一个蓝衣道人 往地上扯 两个扭打在一块 就 郭浩也不想他打的是什么东西 每一拳揍下去 他认为 就他以前的印象 是人早就被打死了 问题他怎么打 这个就是不会痛 而且这个还一直试图要咬他 他两手被拉出了好长的血痕 那郭浩其实也反应过来 他现在面对的绝对不是人 这是鬼 好 一个翻身他把鬼 把这一个蓝衣道人 加上鬼直接踹开 踹开之后 看着这个蓝衣道人 完全不痛不痒的 站起来往他这边再扑过来 然后郭浩开始念咒 两手发光 这是在整个荒郊野外 这些警察们 除了路灯以外看到第一道光 然后看到两手发光 往这一只鬼脸上一按 周到整个喷出黑气 然后这一只鬼 这一只被 郭浩双手压住的鬼 整个产生哀嚎 哀到整个警察就已经开始觉得 耳膜开始在痛了 然后大概被 郭浩抓住了有好几分钟 整个黑烟喷得不像话 周到 就像湿火火烧山一样 警察开始咳嗽 往外爬 然后 再来呢 慢慢声音停止下来 然后很多 周到几个警察 连撑影弯在内 整个一直污着眼睛 这个黑烟不只是 让他们咳嗽 还熏了他们眼睛睁不开 眼泪一直流 然后不知道隔了多久 然后慢慢的他们整个眼睛状况恢复过来 才看着郭浩两手势血的站着 然后他不可自信地看着这一幕 怎么会 郭浩知道他制服了一只鬼 可是这种鬼怎么 怎么可以说附身就附身 他没听过这种 没有在台湾看过这种事情 别的地方他看过 在台湾他没看过 而且 而且能够让鬼附身在自己身上 而且当事者还是一个极度憋角的 一个小憋山 就在他眼中 这一位Kevin师兄只是个憋山 居然能做到这个事情 他不敢自信 这到底是什么状况 好 那其他几个警察 就是慢慢回过神来 开始就互相 互相询问一下对方 就是互相问一下彼此有没有受伤 有没有哪边有问题 然后看着刚刚烧倒房子 被咬穿的那个警察 在躺在地上魂不附体 幸好人没事 然后 互相拉起来之后 就整个就开始问郭浩 刚刚怎么样 是什么事情 有一两个警察 枪还不敢放下来 而且回过神后 也把子弹退出来 弹夹退出来 再放上新弹夹 以防等一下还有什么奇怪的事情要发生 枪完全不敢放下来 然后郭浩说没事了 那个人死了 然后刚刚那是一只鬼 其他警察 警察已经 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意外 因为今天发生事情也够多了 好 那老张是这当中惊吓度最高的一个人 他就 他隔的比较远 他看着这一切发生 他看着什么样的异变 他也看着刚刚这一位蓝衣道人眼睛 发出血红色的光 牙齿整个肾血的一个可怕的样子 他觉得这辈子 他到底还该不该继续当道士 当道士都得面对这些事情吗 那是不是 到底祖宗们是怎么传下这个一波来的 他的脑中也太多念头了 好 郭浩跟周刀警察交代完说这个死了 那你们看你们该怎么办 那就 走起身来把老张拉起来 慢慢的走回他们警车聚集的地方 然后 然后 警察们 里面执勤的那些 就是刚刚执行完这些勤务的这些警察 包含那个陈勋佐在内 这个老勋佐在内 已经都打电话回去 知会那个警备队来支援了 然后也是 总算这个时候在 山脚下这边看到很多警车的那种闪光灯 一辆一辆上来 还鸣着警笛 总算警察全部的警力要来这边整个善后 因为那么多人要押回去 几辆车不行 好 那警察们花了很多力气处理善后 然后甚至还架了封锁线 然后很多很多 甚至有已经惊动媒体要来采访了 那 郭浩觉得他有很多事情得做 因为他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多奇怪的事情 对警察来讲 他们只是破获了一宗杀人案 是 杀了很多人的案件 但对他来讲 他发现 他感觉到他好像在 他 他的人生卷入到另外一场风波当中了 好 那一件事情过后 大概一个星期 整个围捕过后一个星期 这一堆教众有很多被深压 因为他们都牵扯到很多人命案 然后在大铁锅里面的死者 那13名青少年的身份也一一被确定 DNA或者毛发采样等等 慢慢的确定他们的身份 那 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一直报导 一个邪教杀人事件 然后很多有工警察都被当成那种 当的英雄一样的在媒体上大书特书 然后 原本归缩在那个家里 称病不出的刑事组的组长 上媒体非常风光 非常 整个 就像好像整件事情都是他计划 都是他运筹帷幄出来的一个成果一样 上媒体接受名嘴反问这样 那 郭浩隔了一个礼拜才又到那个分局去 因为这个分局在一个礼拜 这一个礼拜当中是非常忙碌的 那他也不敢去打扰 他内心想了很多事情 他也暗自做了很多的推测 那也跟老张简单讲了一下他遇到的状况 那是一种 一种 那一个蓝色磁瓶喷出的那个 从瓶口出现的那个氯气 那是一只鬼 但是他没有想过鬼可以被 被人这样子任意的封印 以及召唤甚至附身 他想说整个台湾除了他以外 或者说整个世界上 地球上 除了他跟他哥哥以外 还有谁做得到这种事情 看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他不懂的 那隔了一个礼拜 他回来看看陈警官 然后陈警官其实 这一个礼拜当中 他本来也试图要去审问观山 他有他个人的私愿要问 那观山谋杀自己女儿的事情 也基本上也见爆了 那就是这个整个案件 就是好几宗 可是对于相比较于整个这个近世天尊这个分坛 杀了那么多青少年的事件 观山杀女儿这件事情 只占据了社会版的一个角落 那新闻的媒体那个标题也只用了那个就是 警员离婚前妻谋杀那个亲生女儿 这样的小小标题而已 讨论的内容也不太多 那 他的那个这位前妻已经被收押觐见 然后那个 那个陈警官他其实没有办法 就是他没有办法 收押觐见他就看不了了 那很多事情想问他 可是他也知道他身为一个警察 在经历那个案件当中他后面有很多事情得做 然后 他在那一天回去分局之后 他把真正娃娃拿出来 确实那个抽屉只有他能开 然后也过了那一晚之后 那抽屉又变回正常的样子 那他把娃娃放在华里 也从来没有离开过 他自己知道每个晚上 他跟他的女儿小沛在聊天 甚至在帧讯室里面 他把娃娃拿出来 他看到小沛出去回来 陪他聊天的样子 他觉得这是他 得到安慰的时候 即使他的走出真讯室 走出这一个分局外面 他要面对的未来的煎熬还有很多 那他也会很珍惜说 跟小沛相处的这么一点点 每天的这一点点时间 几个几个钟头的时间 那 他记得郭浩在那一次事件 那个围捕事件 最后离开分局之前 跟他交代了一句话说 那个你女儿 你不能永远这么待着 你应该让他 让他 回到他该去的地方 就讲了这么句话 其实这个 一般有点民俗概念的 大概也知道讲的是什么 那 隔了这样一段时间 一个礼拜 然后郭浩再次在 那个刑事组的门口再出现 走过来 然后拍拍他的肩膀 说你好点了吗 那 闲话家长了一下 也聊了一下后面真慢的状况 接着呢 他也跟那个陈警官讲说 那差不多了 你也知道我该怎么做 那 陈警官其实在这个 这一个礼拜当中 尽量不去想这件事情 可是他也知道说 他的女儿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而且 郭浩也跟他讲过 你在一直带着他 带着这个女儿 带着这一只小鬼 对你很不好 你会折瘦 你这种东西不能放人的身边 你没有那个能力去处理它 好 那 其实这一个礼拜当中 除了处理案件的后续之外 那个陈警官一边逃避 一边也偷偷想了该怎么办 好 郭浩来找他了 郭浩就像是一个 都为他带来更多血淋淋现实的一个 一个命运的仲裁者 从见到他的那一天开始 发生的事情 每一件事情他都不乐意 好 那 他跟老巡左私下也稍微商量 聊了一项 老巡左说 那个你应该要 让你女儿离开 你要让他去 不管是 转世投胎之类的 或者让他安息之类的 反正不能这样带着 不然你又派 那个刑事组里面 每一个都已经 案件办完都已经要声调要换组 怎么办 好 那 他就跟着郭浩走出来 带着娃娃 郭浩说那你 你原本说要带他去哪 就去哪 好 那个 陈警官开着车 载着郭浩 来到一个海边 就是他们附近的一个河岸边 不是海 河岸边 然后走出来 然后 郭浩呢 已经那个非常体贴地带了名字 一大包的名字过来 然后 他们两个男人就坐在这边 然后那个陈警官呢 把娃娃拿出来 然后 已经忍不住了 他开始哭了 一直哭一直哭 没有 没有好像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那 郭浩一直等他哭 哭了很久 然后等到他的那个哭泣声停止之后 郭浩慢慢地伸出手 从他手上把娃娃抽出来 本来陈警官好像还捏得很紧 可是慢慢地他也放开了 就放手看着郭浩接下来要怎么做 郭浩呢把娃娃放在这边 放在那个 他已经 放在地上 他已经 把那些名字都拆开 那些金子全部拆开 然后整个都已经铺在地上了 然后也把娃放上去 接着呢 他念了第一次 这辈子第一次的亡真咒 从小他念 他对于经文咒术 他基本上就是过目不忘 他是一位奇才 可是他从来没有超度过任何一位亡者 即使他母亲过世的时候 他都没有能 他都没有办法超度亡者 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内心对于亡者 对于鬼魂 他拥有的都不是同情 他拥有的都是痛恨 所有的仇恨 所有的杀戮之气 都源自于他对鬼魂的一种疯狂的执念 以前他有没有念过亡真咒 其实他有试着念过 可是没有成功 没有超度过任何一个他眼前死掉的人 但他这一次非常虔诚的 每一句每一句慢慢的念着亡真咒 祝福了这一个小佩的离开 然后慢慢的他两手一拍 把火给拍到了 也不想要怎么做的 地上的整个名字开始烧起来 火开始烧 越烧越大 越烧越旺 然后开始慢慢的火焰热力 开始把整个真姿娃娃也给烧了进去 然后随着火光 陈警官眼泪又开始跟着下来了 然后在他这一次再也没有哭出声来 只是眼泪不停的流 不停的流 不停的流 随着火光消逝 郭浩颜念完了最后一句经文 然后两手合十 拜了拜 这是他第一次超度一个王者 然后他也 在刚刚的超度当中 他也看着小佩的魂 直接的消失掉 这一个消失不是他过去 不是他过去灭鬼 那种状况 那种魂飞魄散 这一次是彻底的直接消失 来回到他的轮回 回到他该去的地方 然后在这个时候 天眼慢慢的亮 然后郭浩拍拍陈警官 陈警官低头 唾气 好以上是今天的故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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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